当地文物所副所长韩力军是另外两把钥匙的保管者 在他们仔细地做好拿取古兰经的各项准备工作之后 我们离这本古兰经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 随着最后一把锁被打开 传说中的千年古兰经终于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深一德日虔诚地从柜中捧出了装着古兰经的墓盒 在我们的再三请求下 深一德日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墓盒 这部古兰经全书共三十卷 八百六十七页 我国现存年代最久的古兰经距今是七百年 而这本古兰经真的有一千年的历史吗 仲基昆是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的教授 当年他是古兰经鉴定小组的成员之一 事隔多年他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那本古兰经时的感受 我没看到好像这样的古兰经 它也很大 分两个含装起来 大概总共是有两含三十卷 它每一卷都是分册装的 整个的那个是用一种犀牛皮叮起来的 总共合起来抄写大概是八九百页 好像八百六十七页吧 合起来大概有十二多公斤重 那像这样大铺头的古兰经我当然是从来没记住 那么他这本书的这个书体呢 我当时看了以后呢 很接近阿拉伯书法当中的一个叫穆哈格格体 穆哈格格体 很接近这个体 那么这个体它是在什么时间形成的呢 是在阿巴斯王朝的这个中期就是公元的十一世纪 公元的十一世纪形成的 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之前呢 不可能出现这种体 阿巴斯王朝建于公元七百五十年 是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个世系王朝 中国史书称该王朝为黑衣大使 人们所熟知的一千零一页 讲述的就是阿巴斯王朝时期流传的民间故事 中国史书称该王朝为黑衣大使 按照陈进慧的观点 如果穆哈格格体形成于阿巴斯王朝中期 那么巡化撒拉族古兰经 最早成熟年代可以推至公元十一世纪 但是当时鉴定小组其他的专家 却对这一推断提出了质疑 我认为穆哈格格体也不能因为是穆哈格格体 就判断是公元十一世纪之后 因为穆哈格格体这个体啊 它是在这个阿巴斯朝 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书法家 那么这个人呢 是把前人的书法把它整理 总结成六种书法 六种书法其中有一种书法 就叫穆哈格格体 仲基坤所说的阿巴斯王朝的书法家 名叫伊本班瓦普 据史料记载 他生于公元886年 死于公元940年 他所生活的年代 是九世纪末 十世纪初 而且他是总结了前人的 把它整理成 其中有一个穆哈格格体 那的意思就是说 穆哈格格体在他之前就 可以有 所以根据这样一种前后的说法 我认为这个上限应当是 公元80纪 寻画萨拉族古兰经究竟成熟于公元八世纪还是十一世纪 专家们出现了不同的观点 无法进一步确定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的确是一本首抄本古兰经 而且萨拉族人的传说中甚至还留下了这部经书抄写者的姓名 围绕这段传说 专家们也在古兰经里进行了查找 希望发现一些关于抄写者或抄写时间的记录 从这个书写的这个水平上看 书写的记忆上看 技巧上看 风格上看 这个书呢 当时我看了以后呢 这个 我觉得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人写的 我们从头到尾都翻了一下 当然不是一片就翻了 起码 开头那部分 开端 那个首章没有了 已经没了 首章取没有了 但是后边都是全的 一直到最后都非常全 没有记载 既没有实践的记载 也没有书写人的记载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 东四南大街的东四青山寺 这里也有一本保存完整的首抄本古兰经 寻画萨拉族古兰经没有现身前 这部古兰经一度被认为 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 首抄本古兰经 在这本古兰经上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首抄人署名为 穆罕默德 本艾哈默德 抄写年代是公元1318年 2004年 鉴定小组的专家 已把这部经书和寻画萨拉族古兰经 进行了比较 1318年 你要相信 那个 那要比这个 那就晚多了 就是从那带来的 这个古兰经 它是 当时是 至少是外国人写的吧 你这个1318年的古兰经 是中国人自个儿 超写的 这也是不同的 所以我认为 这个 这部 沙拉族这个古兰经 在我看来 要比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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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清晨寺这个 古兰经 至少大概要要找 我看来要找 三个世纪差不多 寻画萨拉族古兰经 是不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古兰经呢 为了进一步证实 专家小组对它的纸张进行了分析 结果 却令人惊讶 古兰经的纸张 那很显然它应当750年之后 但是如果不是子智的话 那就应当是 差不多应当是公元八十级 八十级往前数前半页了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造子数 是在这个公元751年 就是唐朝天宝十年 最早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传到了阿拉伯 就751年 这是位于寻画县 撒拉巴亥村的一户普通的农家 不同于其他人家的是 他们家大门上有一块鞭额 上面写着 嘎罪之家 所谓的嘎罪 是执掌宗教法规 和监督宗教仪式的执行者 寻画的这本古兰经 在很长的时间里 就由这个家族来保管 这里住的就是寻画县 嘎罪的第八代传人 今年已经86岁的韩学义 我们的嘎罪最先 我们这个古兰的经 保存了八代 八代 八代平均60岁的活了 六八四百八十年了 这个原来有一本 这么的历史的经济 古兰的经济 另外有一个历史经济 它就来的 它什么地方来了 有的 那个历史经济 文化 文化改革 这个什么 寻求改革的世界 这里所有的经 还有一个少就了 一个家族保存这本古兰经 历经几代人 时间更是长达几百年 1894年后 嘎罪制度被取消 古兰经仍然保存在 嘎罪后裔的手中 然而 就在上世纪四十年代 这本一直有嘎罪保管的经书 却被秘密运往一百五十公里之外的 青海省省会 西宁 马不方来着这个青海村 他的那个经的那个 家者制作者 去了 去了 我们那个小们 大概就是个十二三四 我们的父亲们 算是 没给 这次可来着 这次来着 马不方的命令是 你们给白昂 国际的那个白昂 给六百块钱 因为给金 那个金刚的 你们年纪 给本金 他把这个金拿得起 我们你的这个一分钱也不要 你的湖上的金还我们也不要 强制性拿去的不是吗 此后的四五年间 巡化撒拉族古兰经 一直被马不方保存在西宁 一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 马不方逃离西宁 古兰经才被西宁东关大寺收藏 被视为民族瑰宝的古兰经 现在一直被保存在撒拉族人的手中 但2004年 鉴定小组的专家 在研究巡化撒拉族古兰经时 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阿拉伯这个文字啊 它是有28个字母的 那么其中有14个字母是带点的 要么在上面或者在下边 有的是一个点 有的是两个点 有的是三个点 那么最早写阿拉伯这个 就是最早就初期 是都没有点 所有都没有点 如果巡化古兰经有千年的历史 那么按照当时的拼写习惯 字母中应该没有点 可是专家们却在经文中发现了一些点 难道这部古兰经的年代 并非最初判断的那么久远吗 针对这一疑问 专家又进行了仔细的鉴别 它就是那个字母啊 好多字母就该打点没打点 就是好像并不是完全按照现在有点 就好像它可能甚至就是好像 就是那个字母有点没点的 它没有很好的区别 还有它那个符号 也是没有 就是该标符的没标 有的标符是后加的 那个颜色什么跟原来墨汁也不一样 字母跟音符是两个时期写的 它这个颜色不一样 那个字母比较深 音符比较浅 颜色比较浅 那一个时间写的话 它这个应该是一个颜色的 一看就是两个两个时期写的 古兰经上这一浅一深两种刺激 的确给当时的专家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惑 但是很快他们就想到 这会不会和解放前古兰经曾经被带到西宁的那段经历有关系呢 他们是军阀对这东西也不是很懂 所以没有觉得它这个文物的价值 所以它就按照现在的古兰经 就好像应当读法什么 它就加了好就是那个字母 它就觉得好像应当读这个 它就加点了 这个符号呢 它也没标符号 它都让人给标了一些 就是但是现在看起来呢 但还有的地方就是 就是该标的还是没标 该建那个有点的还没点 就是还有的地方 就是从这一点来看 就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 就是古兰经最早的那种形式 经过鉴定 青海巡化古兰经被确定为我国现存年代最久远的古兰经 那么它跟撒拉族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 近千年以来 撒拉族一直生活在以青海巡化为主的地区 撒拉族信仰伊斯兰教 生活习俗 大地与回祖相似 撒拉族的男子喜欢留胡子 头戴黑色或白色圆帽 受伊斯兰教文化影响 妇女普遍戴盖头 喜欢佩戴耳环 手镯等金银首饰 在饮食上 撒拉族以小麦和牛羊肉为主 逢年过节或贵宾登门 则以炸油箱 搓伞子 做揉脚团 手抓羊肉 蒸糖包等庆贺节日或招待客人 根据史料记载 撒拉族的祖先是我国少数民族突厥族的后裔 元代时 他们从中亚东迁到青海西宁附近定居 这是一种在撒拉族的婚礼上常见的表演项目 撒拉语叫多伊奥伊纳 汉语的意思是骆驼舞 由于语言不通 我们并不明白舞蹈所表达的含义 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走访了巡化县的民间艺人 韩战祥 第二天醒来找骆驼 骆驼在这个地方 躺下一个小山去 骆驼在那边 骆驼在那边 骆驼没活着 骆驼就变成了石头了 也可以说 灵魂已经走了 回去了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所以 骆驼化石 水土降伏 撒拉旧四地区 骆驼圈 只以民族的象征 由死而得命 原来这段流传了至少 骆驼的历史 为这个传说找到更多事实依据 韩永东 现任巡化县县长 2001年 他曾访问过位于中亚地区的土库曼斯坦 那里的很多事物 让他觉得很熟悉 撒拉族有自己的语言 却没有文字 因此 流传了千年的古兰经 不仅是他们的传世珍宝 更被撒拉族人 视为民族历史的珍贵见证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 古兰经从西宁回到了寻化 继续保存在嘎醉家中 但是几年之后 他又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这是北京民族文化工 它建于1959年 是北京著名的十大建筑之一 很多北京本地人和来到北京旅游的人 大概都到过这里 但只有很少数的人进到过主楼后面的 常年要保持恒温和湿度的图书馆 因为在这里有很多极其珍贵的图书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 为了保护寻化撒拉族的古兰经 有人把它悄悄地送到了北京民族文化工的图书馆 这里就是当年存放古兰经的墓柜 据图书馆的负责人回忆 古兰经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 一直就放在这里 直到它被送回寻化 大概就是812年 当时这个古兰经有 大家说心里面的高兴 谁都知道一个名字的东西 这是神圣的东西 在咱们现在来说 现场上当身而有 这种情况看来的话 大家对这一本古兰经的那种感情 也可以说是极动的热烈还是什么 就是说文学说无不含泪一息 垂涎生死 大家觉得真正地把咱们自己过来 培识的也是一个 就是打造极就是很有壮重的 接这个古兰经 当时政府也了不到 但是明天这一种接待 擅自自己来了解 据说明天我们的古兰经就到了 大家自动地来在这里 两年拍成对 但没有小年都喊得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